他就從這個下面過去 然後就那個東西就倒在他身上 壓在他哪裡 這裡 回想起弟弟被車檔押住的瞬間 哥哥也嚇壞了 6月23號下午一家人到公園玩耍 四歲小朋友想從U型不鏽鋼車檔下面穿過去 沒想到車檔一搬就到 我小孩被押到的時候 當下是沒有哭也沒有叫 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然後我很害怕以為怎麼了 然後我趕快把那個東西搬起來以後 然後他才開始大哭大叫 說他胸部很痛 頭很痛 當下這名爸爸趕快把壓在小兒子胸膛上面的車檔 給抬起來並帶小朋友就醫檢查 當下我是很非常的氣憤 怎麼會有這種粗糙的設施在那 然後我打1999也沒人理我 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處理這個 這麼危險的東西 就都沒有人理我 痛批台北市政府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基隆路二段巷弄裡的三星公園 平常來往民眾很多 四歲小朋友頑皮 輕輕搬動了一下人行道上的車檔 結果整個車檔就倒了 連同地上水泥塊都拔起 你看這麼 這一塊 還有最扯的是這邊 整個水泥都可以這樣子 連根拔起 一個很簡單的這樣子 一個車主的設計 都可以像豆腐紮的工程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公共安全 小朋友的跟長者的 那個我們的市府一定要重視 地上有天天補補的痕跡 但到底是怎麼修繕的 台北市公園處表示 已經派人到場處理固定組車欄 並檢查此類設施 受傷的小朋友可以申請國賠 只是公園外的車檔如此脆弱 變成隱形危險區 記者陳虛王乃渝成文 約繡玉敏 台北報導